一群人把富人團團包圍 不讓他離開 到底發生什麼事 你動手啊 你不要 我告訴你 我如果生病了 你對不起打我 原來是公投前一天 全力催票 但國民黨台北市議員李柏毅 在大安森林公園宣講時 一名80多歲的富人 因為理念不合起爭執 突然出手打了李柏毅一個巴掌 但議員身高190 到底怎麼打的 比那麼高幾個層打得到 沒有拿過嗎 拿過嗎 剛都給你差不多 那一點 對 下午被打完 下午繼續上戰車宣講前 議會同事各種虧 原來當下李柏毅不想繼續爭執 彎下腰來 想請富人趕快過馬路離開 才被趁機賞了個巴掌 右臉還是左臉 左臉 我們打左臉 打左臉 痛嗎 痛其實不至於 但是我覺得難過 我覺得台灣被撕裂 但很多綠營的操弄之下 我覺得很多台灣民眾 內心只有意識形態 而且還有憤怒 這些動作很明顯的 它是憤怒 而且是不理性的行為 對此李柏毅暫時不提告 但警方也調閱監視器找人 將依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 寒送法辦 立場不同 沒有對錯 但出手打人 不分年紀 就是不對 TVBS新聞劉宜宜忠 還與台北常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 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